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早上看的新闻 看了一下中师新闻网的前十个新闻 有七个都是说两岸要开战 你看看 前两天两则新闻 十个里边有两个 今天出现七个 明天可能出现九个 现在在台湾内部轰轰烈烈的在吵一个话题 就是两岸要打仗了 干嘛呢这是 你还没谈呢 什么事都没发生呢 就是要打仗了 这个事情挺无聊 但是挺闹腾荒的 所以我这话题前两天刚说过一次 我就不想再说了 等过两天看看他们闹成什么样 咱们再讲吧 今天谈一个话题 也是来自于中师新闻网的底下一个话题 就是中天访问了一下彭文正老师 问彭文正关于这个政治庇护的事情 看来呢是有在做这个事情 那就这个话题呢 那我们先看一看新闻是怎么说的 新闻说彭文正近日接受中天新闻论文门开箱系列专访节目被主持人虚辅问机 若在美国疫情不返会不会被遣返还会不会被遣返 虽然有传闻说你有考虑申请美国国籍或申请政治庇护是真的吗 彭文正表示 欢迎遣返的回国 自己也确实申请了美国国籍 过一段时间 若成功的话 会在脸书公布申请结果 至于取得政治庇护后 下一步彭文正说 自己会偷上网跟1450悬要 然后去联合国总部走一圈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新闻 关于彭文正老师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在美国这边 如果申请政治庇护的话 之前我有说过 可能会有难度 这个难度就是 他现在是用台湾的身份 来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 在之前恐怕不多 在之前向美国给的政治庇护 比方说给社会主义国家的 你无论是前苏联 中国 甚至香港过去 甚至一些古巴罗马尼亚 类似这样的 曾经他们给过 基本上呢 他的原则上就是给社会主义阵营那些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给予政治庇护 那像中国很多的民运人士啊 就是64的时候 出来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给了政治庇护了 那是中国大陆 那现在这个案子呢 是台湾 台湾过去我还真没听说过 美国有给台湾人政治庇护的先例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要观察一下了 彭老师这个申请到底是怎么样 进行的如何 就美国政府来说肯定是将了美国政府一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美国说台湾是他民主世界的楷模 而民主世界居然出现了一个政治迫害的案件 有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来申请政治庇护 其实本身就是在给台湾或者在给美国这个地方 在摆一道难题 就是其实你所说那个民主世界的楷模 其实是错误的 是不对的 如果真的是民主世界的话 在台湾就不可能出现像彭文正被追杀这种现象 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在俄罗斯也好 在中国也好 在之前的古巴也好 在北朝鲜 对了还有北朝鲜 在罗马尼亚 在过去那么多N多年当中呢 美国确实是给了这些国家的很多人政治庇护 像中国大陆就不说最多了 我们能听到的应该是中国大陆比较多一些 北韩好像也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能不能给彭老师政治庇护 这个呢也是一个标杆 也是一个尺子 衡量一下台湾在美国这个地方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什么性质的 专制 独裁 民主 其实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了 他应该也是知道 只不过现在 这个期如果真的彭老师申请了政治庇护了 这个就是将了他一军 你看他给 他如果给了 那他就默认 台湾就是一个独裁社会 如果他不给 那得 那你这步期可能就不行 那就是说他不想承认台湾是一个真正独裁 他是想承认台湾就是一个假民主 他一定要把这个民主的帽子戴在上面 这种情况下他好控制 因为只要民主就是投票 其实说白了就是投票 除了投票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投票权已经被他所剥夺了 被他所侵占了 那你这民主二字其实等于没有了 民主是什么呢 之前李敖 我看李敖的有一个讲话 民主 按照李敖的话说 民主就是给你一堆骗子 让你去投 你选下去了一个 把一个大骗子给选下去了 又选上了一个小骗子 结果小骗子又变成大骗子 结果再把它选下去 等你头发都选白了 你选的一堆还是骗子 永远都是骗子 这是李敖先生的一句话 我觉得拿到现在呢 其实也还挺适用的 他是在很多年前 现在李敖先生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有很多的语录呢 他有些金句呢 确实还有点意思 就是他早就看着了 民主就是选骗子 站在你面前的这一骗 这两个 两个大骗子 都是骗子 你选哪个都是骗子 没有好人 好人他站不到那个台阶上来 你放心好了 哪一个好人能站在 总统选举那个位上 说你们来选我一下 我是好人 哪有啊 所以李敖先生这个话呢 我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很多年前有听他讲过 在网上可他也能看到 所以他是利用民主选举的 所谓的投票机制呢 由于他控制了选票了 他就能控制谁来当这个地区的领导人 如果不是用这种假民主的选票的形式的话 他控制不了 由于他控制不了的话呢 谁当头 那不就是那个人说了算了 不是他说了算了 如果能选举的话 假装选举 谁当头 他只要把选举委员会控制住了 谁控制了 他可以控制 我让你点出什么票来 你就点出什么票来 这种情况下呢 借用了民主这个壳 保护了一个 对他有利的一个独裁政府 这个就是民主的本质 我再说一遍 利用民主选民这个壳 然后控制了 由他来决定 谁来当这个地区领导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的本质 由他选定一个总统来当这个地区的头 就是这样 老百姓傻乎乎的还在那儿投票还是投呢 其实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现在为什么最近蔡 就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比较热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还是看历史 有的时候我们讲现代的事情呢 一定要和历史有一些相关 你才觉得有点道理 否则你想不明白了 现在拼命的打台湾这个旗 就是现在由于美国把中国设为第一敌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必须点这个旗子 他要是不点这个旗子的话 他没旗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 那时候叫苏联 现在叫俄罗斯 当年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呢 美国是把前苏联视为敌人 周边呢 他希望能够争取他的阵线 他的盟友 在那个时候呢 二战之后呢 中国的毛泽东和前苏联的 比如说斯大林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他们呢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中国呢 被划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边的一个小落地 但是到了六九年 到了七十年代 中国和前苏联之间 在边境那个地方 发生了一些矛盾 一些摩擦 很小的摩擦 然后苏联呢 把专家给撤走了 那个时候呢 等于是中国跟苏联闹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希望能够趁虚而入 把中国弄出来 从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边 把它拉出来 变成他的盟友 来一起对付前苏联 所以就出现当时什么 美中建交 让中国进入联合国 让台湾滚出去 以及所有的全世界各个国呢 都承认北京共产党政府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个时候 他的大的战略方针呢 不是想对你中国怎么怎么样 他认为我把你拉过来以后呢 你跟我一起去对抗前苏联 当时他们的做梦的梦想 是这种样子的 或者他们误判形势 是误判成这种样子的 所以中国那时候很贫穷 很落后 那有一些制裁 就解除了 因为从49年到69年之间 这段时间呢 整个全世界对中国是制裁的 就封闭的 好的东西 先进东西 是绝对不能卖给 中国的共产党的 那个时候 他们是把这个地方呢 是作为一个叫制裁 不承认你的国家 那所以在这个70年之前呢 在联合国没有中国这一份 有中国这一份 中国这一份是蒋介石 在那儿呢 中国大陆这份是没有 占人口四分之一的 那么一个国家 在联合国里边 他说 没你这国家 我不承认你 我就承认台湾那个蒋介石 当时是情况是这样的 后来正是因为 要跟全苏联作对 发现了中国跟苏联闹掰了 这时候呢 他们想一把把中国接过来 这时候呢 中国呢 也顺着这个杆呢 就爬过来了 因为至少把他放在联合国了 他面子上也已经很满足了 就是把蒋介石给踢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想利用中国这个牌 去打苏联 这个意思 结果没想到 过了三十年过来之后 或者说四十年之后的今天 美国人又说话了 说当年误判了 说不应该把中国 从那个地方弄出来 我们现在培养了一个敌人 美国人永远是这样的 到了今天 他们认为呢 在这个中国和苏联之间呢 他们不能竖两个敌人 他们知道 如果竖两个敌人 然后对他不利 他总想竖一个 他要竖普京为敌人 就一定要拉拢中国来对抗他 他现在想设中国为敌人呢 就希望能够拉普京来对抗中国 这步骑到今天 他突然发现 做不到了 他现在 视中国为敌人 普京拉不过来 他现在 视普京为敌人 中国也拉不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政策 在这个地方就 焦灼了很长时间 所以之前有人说 有一种说法嘛 到底是第一敌人是 俄罗斯 还是中国 川普的意思呢 最早的就是 中国 而拜登的意思是 俄罗斯 普京 两个人在这方面是不同的 但是这两个人仅仅是木偶 当这两个人都走掉之后 后边的深层政府 他们认为 现在可能 对美国最大的伤害 经济上的伤害 军事上的伤害 可能 他认为 中国略为大于俄罗斯 所以就很勉强的 把中国作为 现在第一敌人 要对抗他 好 在拜登上台的时候 他试图做了一圈努力 努力什么呢 让全世界跟我一起来 打击中国 跑到欧洲 发现欧盟不灵了 不太听他话了 见了普京 普京其实给拜登是 绝回去了 不要跟我来这个东西 我不会帮你 打中国 当然我也不会 完全向着中国 去对抗你美国 普京走的是这个路线 但是有一点是 你别指望我去打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拜登整个 他全球走了一圈以后 发现对中国再次形成 像1949年 那个时候形成的一个包围圈 去制裁共产中国的话 他认为做不到 那做不到怎么办呢 还要去骚扰你 现在就只有一个棋可以打了 就是台湾 当然有一个棋 他打不动 就南北韩里面 他打不动 现在 一个南韩 他也有很多考虑 北韩也有很多考虑 他在南北韩之间 现在做不出戏来了 做不出文章来了 现在先放下 因为北韩肯定是 目前还是靠拢中国的 南韩就不顺着你 美国的指挥棒走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像日本 日本是我驻军了 你必须按照我的指挥棒走 因为你二战 你是战败国 你得听我的 日本是无奈 韩国呢 我可以不听你的 我也可以不得罪你 基本是这样 所以到现在呢 就有一个棋可以打 就是台湾这个棋 现在狂打台湾的棋 就说明他已经手里没棋了 在他有棋的前提下 一般台湾这个棋 他是没必要动的 因为动台湾这个棋 有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很可能得罪中国大陆 而且中国大陆 他随时可以做点什么 比方说像补青说的 中国经济制裁就可以了 到现在中国一点都没做 弄了什么破凤梨 弄了一个什么莲雾 弄了两下 就不弄了 他如果要想对台湾 怎么怎么样的话 首先第一 他先第一步 经济制裁 经济封锁 这个 然后再看下一步 这才有可能采取叫 开始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呢 他们还没有招手去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现在也这么放着了 这个时候 美国呢 就拼命了想在台湾和大陆之间 想弄点什么事情来 你俩打呀 打呀 为什么不打呀 他特别希望现在打一打 而中国现在呢 是希望找个时机 我们谈一谈 不是一码事 所以现在这个拼命的制造这样的一种 叫要开战的这个信息呢 民进党自己干的 我还是这么说 民进党自己干的 也可能美国人很高兴 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新闻呢 狂吵 狂吵就算了 关键回过来说 我们最后这个这句话 是不是对彭老师申请政治庇护有影响呢 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之前没有案例 没有先例 所以我们目前只是看一看 毕竟他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不是那么简单 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 不信我们走走看 如果有什么新消息的话 我们再和大家进行分享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